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 星期一在华尔街日报联名发表的文章中说 中国要求美国和韩国不要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不现实的 通小技术的中国军方官员明白 这一防御系统对中国并不构成威胁 与此同时正在东北亚访问的美国军方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邓福德说 面对朝鲜的核威胁 美国从军事和外交上两方面进行准备 我们现在就联系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荣香你好 平正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森是已经结束了对东南亚的访问返回了华盛顿 这个星期四呢蒂勒森和马蒂斯将在国务院和日本的官员举行 美日国防与外交2加2的会谈 那么预计朝鲜的核问题也是一个主要的议题 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最新的发展呢 从东南亚到华盛顿 朝鲜的核威胁可以说是主导了美国国务卿临日来会面的议程 在美国眼中来看 中国对朝鲜的态度正在慢慢的出现改变 美国认为呢 美国资争官员表示呢 这个转列点呢 就是朝鲜在7月4号还有7月28号呢 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还有呢就是韩国政府明显的更加强硬的回应 这些发展都改变了中国对朝鲜想法 目前正在拉丁美洲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 中国支持美国从经济以及外交上来孤立平壤政权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来看看美国副总统彭斯怎么说 过去几十年来 美国对朝鲜采取的战略忍耐政策已经失败 过去两党政府所相信的通过谈判与耐心 长远来看会达成朝鲜半岛的非核化目标 已经完全失败 我们看到金正恩政权继续发展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早些时候很明确地表示 美国对朝鲜政权的战略忍耐时代已经结束 目前美国把所有的选项放在台面上考虑 并且通过这个地区的美国盟友 以及中国前所未有的支持 在外交与经济上孤立朝鲜 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一些迹象显示中国的看法逐渐改变 中国开始把朝鲜看成是负债而不是资产 自从中国最近来支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 对朝鲜相关制裁案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美国相信中国认为 平涨阻碍了中国的长远计划 而这个计划需要100年的稳定经济增长来推动 朝鲜发展核项目使得区域更加不稳定 并且可能让区域中的其他国家来开始追求核武 这些发展都增加了经济发展的困难度 平章 我们也知道美军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邓福德 是已经抵达了韩国 那么这个星期晚些时候 他还将继续地访问中国和日本 与此同时年度美韩军事演习将在这个月晚些时候上演 那么邓福德将军在这个时机访问东北亚 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看点呢 美国和朝鲜领导人之间口水战是否会升级成为核子战争 邓福德表示作为美军的最高军事将领 他支持从外交还有经济上来施压朝鲜 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必须确定军事选项的可行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战争的言论包含着潜在的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总统川普在朝鲜发出攻击美国关岛威胁之后 严厉抨击朝鲜 如果关岛发生什么事情 朝鲜将会有很大很大的麻烦 美国上将邓福德在前往韩国的途中对记者说 美国军方的主要关注点是支持行政当局 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做出的外交与经济努力 作为一名军事领导人 我要保证在外交和经济施压努力失败后 总统确实有可行的军事选择 邓福德抵达釜山空军基地后 立即与高级指挥官们谈话 了解当地的情况 朝鲜今年进行了几次导弹试射 在核武器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平让现在称他已经拥有了能够打到美国的核导弹 如果朝鲜向美国发动攻击 我认为美国总统立刻就可以要求战区指挥官 清除朝鲜的核能力 邓福德星期一在首尔与政界领导人谈话之后前往中国 中国被认为是落实终止朝鲜核项目国际计划的一个关键国家 朝鲜非常依赖中国 中国如果想做就能够切断朝鲜依赖的很多资源的供应 迫使其就范 中国领导人对切断朝鲜所依赖的资源供应一直优柔寡断 不愿意施压平掌控制其发展核武器的野心 不要指望那些家伙能像你想象的那样帮助我们 他们不会帮助我们的 但是有迹象显示 北京正在越来越厌倦这个行为乖义的邻居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对朝鲜加强制裁的决议案进行表决时 与其他成员一起投了赞成票 中共党报《环球时报》警告说 如果朝鲜发射导弹威胁美国本土 中国是不会站在平壤一边的 美国之音记者巴布 韩国釜山空军基地报道 另外美国的纽约时报引述分析家报道指出 朝鲜有可能通过黑市取得了乌克兰制造的火箭发动机 来发展平掌的洲际弹道导弹 那么这个报道引发了外界极大的关注 不过乌克兰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 乌克兰并没有向平掌提供任何的军事技术 评章 好的 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